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大娛樂家 The Greatest Showman 這是一部滿滿音樂歌舞的原創音樂劇電影 由在美國有The Greatest Showman The P.T. Bomber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成 由Hugh Jackman、Michelle Williams、Zach Efron主演 這一種音樂劇電影大部分我看了都不太喜歡 以前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現在我知道 老實說這種電影真的很難拍 要像Chichako一樣拍得那麼好,真的是很少 所以我對大娛樂家沒有抱著太大的期待去看 看完之後呢,我是覺得 其實還可以,是還蠻好看的 尤其是適合這個需要比較輕鬆歡樂的一個節日檔期 誰會想要再開心的交換完禮物之後去看一部沉重的電影呢? 或者是在跨年之前去看一部沒有希望沒有明天的故事 大娛樂家有一些地方是很出色的 第一點就是他的歌都非常令人驚艷的好聽 大部分的歌都是流行的曲風,不是那麼的百老匯 希望你去看的電影院是音響設備比較好的 不然我想搞不好效果是會有差別的 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是會聽到很多編曲上面的層次 或者是歌聲上面的細膩度 再來是演員的部分 修傑克曼算是正常的發揮 歌藝、舞藝都非常的精彩 他很少會讓人失望的 而這部電影還找來了超級會演的Michelle Williams 當這部電影的女主角 沒想到他在除了每一個鏡頭都非常的亮眼之外 歌舞的部分也是表現得沒話說 我真的不知道Michelle Williams 還有什麼可以能得到他的 除了Michelle Williams之外 讓人驚喜的是他們還找了在不可能任務失控過程裡面 還有一心智慧裡面都表現了非常亮眼的 瑞典女星Rebecca Fink的歌曲 她在這部電影裡面 飾演了一個在19世紀由瑞典夜音之城的女歌唱家珍妮琳德 這個角色絕對會是你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的一大驚喜 雖然他是唯一用了幕後代唱的角色 但是他的表現絕對會讓你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留下非常大的印象 以歌舞青春起家的Jack Affleck 在這部電影裡面壓低了聲音 飾演一位年輕的豪門之子 如果你是為了歌舞青春的回憶去看的話 我想你是不會失望的 他在這部電影裡面除了把這個角色詮釋得不錯之外 他的兩首歌的表演都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我非常喜歡他跟修傑克曼在酒吧裡面的那一段 一般的音樂劇會讓我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你在進入唱歌的部分的時候 劇情就陷入停滯的狀態 在劇場裡面表演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靠著現場演出的能量 或者是那個氣氛去支撐這個劇情 在電影裡面就是已經排好的東西 而且音都修好 在一首歌兩三分鐘的時間裡面 劇情沒有繼續的往前走 對我來講怎麼太好 大娛樂家在這一點就做得很好 可能是因為是一個原創的音樂劇電影 一開始就是用一個電影的概念去寫劇本去寫這些歌 所以在歌曲進行的時候 都不會讓人感覺到無聊 都一定會有劇情發生 或者是有相對應的衝突在 他不需要再加入其他的畫面去增加他的可看性 本身在唱歌時候的劇情就足夠讓人看得下去 或者是畫面的效果是夠明顯的 除此之外呢 整部電影的節奏是順暢明快的 用了很多魔幻的專長 讓劇情可以一直很順暢的發展下去 不過這部電影在我眼中的缺點 也要從這裡開始講起 以一出音樂劇來說 不到兩個小時的長度是有一點短的 劇情上是不夠時間來講故事的 所以在中後段的劇情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敘述它 尤其是最後的結局 有一點虛 沒有來到一個很好的高潮 就告訴你故事結束了 雖然故事是完整的 可是還是有很多地方 你沒有往更深的地方去寫到 戲劇的張力就會比較少 電影的劇情主要是敘述修傑克曼 所飾演的這個馬戲團的老闆 他是一個充滿夢想的男人 有夢想是好的 但是實現夢想之後是危險的 因為當你的出發點不對的時候 你只是想要成為別人 你只是不喜歡自己 你只是想要得到別人擁有的東西 那你就會很容易迷失自己 所以保有自己的初衷是很重要的 而搞清楚自己的初衷 則是更更重要的 這個電影用了娛樂產業 這個五光十色的背景 來介紹這個閃耀的主角 可惜的就是大娛樂家 太過於美化這個主角 P.T. Burman 其實你上網去找 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很有爭議的 某種程度上 他真的是一個騙數很多的騙子 但電影就是簡單的把它塑造成一個 愛妻愛家的夢想家 好傻好天真的夢想家 這樣子一個娛樂產業大亨的故事 過於美好簡單了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 而彩克艾弗龍和千代亞的故事線 則更是音樂劇式的那種簡單美好 他們兩個人的感情線 我真的是一點都看不懂 只能說這兩個角色 像是羅美歐與朱利安一樣 都很卡對方 但是想要在一起 又是困難重重的 而預告片裡面 搶打的那些馬戲團電影 奇奇怪怪的人物 則能淪為這部電影 修傑克曼背後的歌隊人物 基本上他們的作用就是在唱歌跳舞 然後當修傑克曼的員工 我蠻好奇怎麼沒有更多的戲份 去讓我們認識他們 這聽起來就是一個非常正式正確的事情 《大娛樂家》會是一部讓人輕鬆快樂的電影 充滿著歡樂和希望 然後你可以笑著面對明天的一個音樂劇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可以獲得蠻多的驚喜 在這個電影的手法上 在歌舞的處理上面 則是令人非常的享受 它不是像《越來越愛你》一樣 那麼高水準偉大 方方面面都具備的一部電影 但是它有大叔、有鮮肉、有美女 有精彩的歌舞畫面 有好聽的歌曲 有可愛的小童心 都在這一部電影裡面 你想找一部輕鬆愉快 充滿娛樂性的電影 它會是你很好的選擇 《大娛樂家》這部電影 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